而在新北市淡水街边则是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样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 圆明28岁的蔡新男子 他当时浑身是血的开车到主委派出所求救 他跟警方说他不过是跟人发生了行车纠纷 居然就遭到对方开枪 右腿和手都中弹 幸好紧急救治之后没有大碍 而现在警方也根据线索要来全力祈求 大半夜的一辆影子轿车开到派出所门口 满身死血的男子中进所内求救 下坏离往远禁 结果往车内一看 从驾驶座到汽车排档满满都是邪击 插起的卫生纸还散落一地 说有受到疑似的枪伤 那我们就联络救护车 送往这医院急救当中 这名受伤的驾驶 说汗人在淡水的中正东路和淡尽路口 发生行车纠纷 近遭对方持枪射击 目前受伤的部分 就大概手脚的部分 手脚部分有血迹 当时驾驶血流不止 忍着伤痛 开到主委派出所明暗喇叭 所内远景仪看到男子 马上将他送医 目前并没有大碍 而警方也将依照男子提供的线索 寻线追凶 记者新北综合报导